詞曲 李宗盛 生在人世間 種植奔波枯 一刻不得現 你既然不是仙 難免有雜念 道一放兩旁 把離子擺中間 多少男子漢 一怒為紅顏 多少同麟鳥 已成了分悲煙 人生何極端 何必苦苦戀 愛人不見了 向誰去喊怨 問你何時曾看見 這世界為了人們改變 有了夢寐以求的容顏 是否就算是擁有春天 好,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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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 你怎麼了嗎 娘子, 你會活下去的 我已經請人從萊州找醫生了 你要堅持, 要堅持 要堅持地活下去 娘 娘, 你不要怎麼樣 我沒用, 我沒用 我沒用 我倒也沒有用 爹, 爹 爹, 你幹嗎 我倒也沒有用 我也真的沒看到你 從人 我沒辦法跟你要去報仇 不敢動他跟他 他身邊余頂其武功比我好 將全是 那岳家的小牛全是比我大 我倒也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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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去報仇 你去把天洋的小子給殺了 依賢 你千萬不能經情忘動 他身邊有余頂其 而且 有岳家的人跟他撐腰 你就是把他給殺了 岳家也不會放過你的 千萬不能 爹 你替我好好照顧娘 依賢 依賢 大爺, 娘子 你跟死家身處 這麼個有種的孩子 不怕權勢 死姬瑤在地獄裡邊 也會感謝你的 你現在還來得及反悔 我幹什麼要反悔 我 我以前答應過你要照顧你 那是因為你腿傷還沒好 現在你腿傷已經好了 跟平常人一樣 我傷口了 你就不用照顧我了 不是,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是說 你的 你的傷好了之後 你可以去找一個 比我還要好千百倍的男人 去成親居嗎 你錯了 這世界上 再也找不到 比你更好的男人了 你那麼善良 你對所有人都那麼關心 你淡薄名利 刻苦耐勞 夠了 怎麼聽你說 我有這麼多好處 我都不覺得呢 對了 我差點忘了 還有謙虛 我 不管怎麼說 我總覺得我配不上你 你不是答應過我 要一輩子照顧我的嗎 你是不是想反悔啊 不是這個, 不是這個 我是 怕你後悔 你是不是認為 你只配得起一個 雙腿殘廢的業務 如果是 我現在就 把雙腿砍掉 你不要這樣 你不要幹什麼 你不要這樣 你認為你配得起 現在我的人嗎 配得起 配得起 好 再鬆一點 好, 差不多了 祝千 來 哇, 漂亮 真漂亮 大娘, 你剪得真漂亮 好不好看 好看 真好看 一 天 怎麼了 這麼大的喜事 一天怎麼夠 起碼要三天嘛 三天 對 這才對 東煮有喜 休息三天 好 不要上來他 你放心好了 緣有頭再有左 我今天來只要你一個人頭 我會像你娘那麼卑鄙無恥, 傷心無辜 繼續 你聽我說 九姬, 你不要, 你不是他對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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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孫子在哪兒 快點, 我去這裡 我出去 小孫子 快點, 你醒醒 小孫子 快點, 你醒醒 小孫子, 你醒醒醒 不要救啊 小孫子, 你醒醒 你乾爺爺給人切成拔大塊了嗎 緣 小孫子, 你... 緣 緣 緣, 你怎麼了 你不要幫我講 你不要幫我講 緣 緣, 洪坤啊 真的是我們的殺父仇人嗎 他根本不是你爹 我們才是親兄弟 我要怎麼說你才相信呢 傷了我母親 先預警散動我去殺我父親 他真的不是你親生父親 滴血 你回家可以逼洪坤跟你滴血 我聽說不是青生父子的話 血是不會融在一塊兒的 對, 滴血 滴血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我早就知道洪坤不是我親生父親了 但是我也知道 你不是想屍鬼祭 借刀殺人吧 你這個糊塗蟲 人頭豬腦, 頭大無腦 你儘管罵好了 我是不會上當的 乾爺爺, 不要理他 這個烏拉底, 咋嘛 你不要胡來啊 孫子 我告訴你 比我還要笨的人 你可得要有耐心 要有愛心 我告訴你 你不用再浪費時間了 不會管用的 洪坤的好與壞 我比誰都清楚 蠢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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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蠢 你真是蠢啊你 你不用再假惺惺了 不會管用的 我在出門的時候 我就已經想好了 不打算活著回去 你們也不用廢話 有種就宰了我好了 我們是七兄弟 你要我殺你 你以為我是洪坤那種 喪心病狂 一觀其瘦嗎 你這個烏拉兵 你怎麼到身上還這麼巧 你這個鬼孫子 有種就宰了我好了 你 小孫子 把他帶到你房間 綁起來 不讓他走 放棄呢 你們想幹什麼 你老哥還沒想到 該怎麼對付你 我只知道 不能再放你回到 洪坤那種老烏龜那裡去 狗打鬥 我不會上當的 我告訴你們 你不用再形形作態 王八蛋狗打鬥 那個烏拉兵 你有玩別玩的你 怎麼樣 狗打鬥 有種我們兩個單打獨鬥 你說的是吧 是 狗打鬥 單打獨鬥 好 你幹什麼 單打獨鬥 好 來打鬥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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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了 這是茶不是酒 喝個十面八分也不會醉的 你擔心什麼 我不是怕你喝醉 我也不是擔心你 世界上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你不要這樣煩躁不安 解決問題需要冷靜 需要沉著 我 那個笨蛋真是氣死我了 難道他真的是豬頭胎啊 一個人怎麼可能笨得像他那樣 跟他講了多少次 他還是鬼迷心俏 其實這也很難怪他 畢竟他跟洪坤做了二十多年的父子 不是他笨 是洪坤太厲害了 你不要幫他了 他就是笨笨笨 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我怎麼知道啊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就算要採取行動啊 你要等到酒精成親以後再說嘛 明天就是酒精跟如梅成親的日子 我們不能掃他們的信嘛 太晚了 我送你回去 免得你奶奶跟你爹又囉嗦半天 我不想你挨罵 你爹爹爹 小孙子, 小孙子 不行, 放手 放手, 你停, 你停, 你不能這樣打人 我告訴你, 你也不告訴你 老子這一輩子, 最大的享受就是睡覺 只要吵我睡覺的話, 我是六七徒人 小孙子, 你這樣打他, 你幹爺爺會不高興嗎 我不管, 我不管, 什麼幹爺爺不高興 什麼幹老公公不高興, 我不管 我今天就要讓他死, 死 你真的, 小孙子, 小孙子, 你跟我講 你不要再打, 你再這麼打, 你把他給打死了 我跟你講, 打死活該 要不這樣, 你把他呢, 乾脆你把他綁好一點 擱到我屋裡就行了嗎 你不要開玩笑了啦 你幹爺爺讓我看見他, 我怎麼能夠交給你呢 我問你, 你想不想, 好好睡一下吧 我當然想嘛 但是我不能把他交給你, 我不放心啊 幹爺不放心啊 所以我讓你把他綁好一點嘛 我就不怕他了 我看不放心啊 我看不放心啊 我看得委屈你一下啊 我告訴你, 你再過幾天, 我跟如梅就要成親了 我這幾天如果睡不好, 你再過幾天 我那幾天就沒有精神 所以我看, 洪少爺得委屈你睡地上好不好 什麼, 你又說什麼嘛 什麼 你還在罵天仰啊 你別罵天仰了, 天仰聽不到, 他睡著了 你照理說什麼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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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叫我到毛次去 快什麼 我快憋不住了 快 你要撒尿 是啊, 快, 快 那, 那, 那不可以啊 那, 那不可以 好, 好, 那我就撒在這 你不能撒在這兒, 你撒在這兒我跟如梅的走 你, 你等會兒, 你等會兒 快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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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了 那你你你你抵紮这吧 来 手先帮我松开 手松开那怎么行呢你 那不行 不松开那我怎么脱裤子 你就你就这么杀嘛 这怎么杀呢 我帮你 我帮你杀嘛 哎 多男人你怕什么嘛 好吧 过来点 你这就杀吧 再过来点 你这就杀吧 太远了再过来点 你这麻烦 你这就杀吧 好 小姐 大娘 姑娘 你先坐一下 我去叫醒天阳哥 不不不 让她多睡一会儿嘛 这一阵子她一定是累坏了 那你先坐一下 哎 天阳 这么早就来了 我来看看有什么要帮忙的 哎 大娘 如果还有什么要做的 尽管吩咐我好了 哎呦 你月儿小姐是金枝玉叶 身娇肉贵的 我大娘吃着豹子胆 也不敢让你月儿小姐做事啊 哎 老人家哄一哄就行了嘛 大娘啊 你昨天忙了一整天 一定是累坏了 来 坐一下 来 喝口茶 大娘 你看月儿阴对您多细心啊 喝点啦 喂 怎么了 被抓走了 酒精被红雨萱抓走了 小孙子 我宰了你 哎 哎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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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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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不要不要 我千兵万主 让你看住洪雨萱的 你为什么冒花到耳边拨 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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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萱不但自己溜掉 还把酒精给抓走了 啊 对不起 干 干爷爷 对不起 若梅小姐 不如以后我再不敢贪睡了吗 我 我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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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了 好了 就算打死你自己也于事无补啊 还是赶快帮我来想办法吧 干爷爷 那乌拉皮写的什么东西吧 这字条写给如梅的 哦 他说酒精被关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 明天中午约我在乌里坡跟他决斗 决斗完了之后 他再告诉我们酒精被关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不赴约或者带人去的话 酒精就会活会被饿死的 天阳 秦叔你明天想办法救酒精 他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也不想过了 哎呀 这笨竹真是蠢啊 哎呀 我老子怎么回事 生我这么精明 为什么生他比猪还笨呢 我怀疑我老子到处生他的时候 偷工减料 哎呀 人都不在了 你怨你老子干嘛 快点想办法呀 走 哎哎哎 上哪去啊 到红家去找雨萱 到时候见机行事 就算他不相信你是他兄弟 也希望能够劝他放人 嗯 当初要是肯听咱们的话 那天阳也不会把他捆盲起来 教个小孙子看管 那酒精就不会被抓了 天阳 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你们相信我 雨萱是因为受到这样的刺激 才变得这样偏激 说到底他不是一个心肠狠毒的人呢 嗯 对不起 岳小姐 你不能进去 是我奶奶命我来的 让开 如果耽误了 小心我奶奶要你们的狗币 让开 雨萱 雨萱 你带这两个无奈人到我府上来干什么 是不是想来杀我呢 你放心 我不是来杀你的 你这种情绪 就算我不杀你 相信老天爷也会替你安排报应的 雨萱呢 你快将他出来 我们有钥匙找他 那我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他出去 说要杀天阳了 到现在还没回来 你撒谎 你一定知道他下落的 小船子 给我搜 是 你们干什么 挡着老子的侵徒是要找死的 雨萱 你不要暂时欺人 要把我惹火了 就要你难堪 我是奶奶命我来的 你最好跟我合作 你为什么不说皇上的命令 让你来杀我的奶奶 这样你就可以跟你情郎报仇了 可是冒充甚至 是要被砍头的 你现在假借你奶奶的意思 骂几句也就算了 对不对 我劝你啊 还是赶快滚吧 要不然的话 你要知道我心狠手辣 到时候你奶奶醉就起来 我也没什么罪的 渊姨 回去拿奶奶的手力 叫她口服心服 走 胡辣屁 娘 我告诉你个好消息 明天我就能替你报仇 你 你 放心 很快 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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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英呢 跟狗杂种还有余定期来找过你 说把她挡掉 可能他们现在啊 到岳家去找救兵了 待会儿会再来的 你把猪中山赶快弄走 不然呢 就前空定机翼了 他们大概只是来找我的吧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 会把酒精藏在这里 嗯 他们一定会再来的 你赶快把她弄走 不然呢 就污染大事 你放心 他们不会再来找你的麻烦 我可以保证 他们不会再来 爹 家里谁病了 奶奶要晕倒了 大夫 奶奶怎么了 人老了自然毛病就多了 君主精神倦怠 神匹立法 你们最好让她好好静养 千万不要让她伤身劳心 妈 岳大人 请进步 慢走啊 快走 阿姨 你带他们两个到哪儿去啊 带他们去找奶奶 找奶奶干什么 请拿提我出头啊 阿姨啊 不是爹说你 你也不小了 怎么三天两头 老给自己惹祸呢 岳大人 这次不关岳音的事 是酒精出岔子 吓贼 我跟我女儿再说话 你少给我打仗 你不要在这里 这个事给我把关架子啊 你不要对本官无礼啊 什么本官不顾嘛 老子就不买这个仗 我告诉你 江湖上的人 救起你们这些人 你要怎么样 放肆 小孙子 我们来试向奶奶求救兵的 不是让你来跟我爹吵嘴的 干奶奶对不起 我错了吗 爹 事情是这样子的 洪雨萱他 他姓屎 不姓洪 雨萱他把酒精裸走了 还拿酒精的性命 要逼天仰跟他单打独斗 我们到洪家去找雨萱 希望他放人哪 可是洪坤不让我们见雨萱 所以想请奶奶帮个忙 写个首令给我 阿英啊 你是不是嫌奶奶活了太久碍事了 非要把他烦死啊 爹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只不过想请奶奶帮你 你想奶奶死的人才甘心 你刚刚没有听到大夫说的话 奶奶一定要安心的静养 不要去烦她 你看看你 三千两头的 不是这个事来烦奶奶 就是那个事去烦奶奶 我看奶奶的病啊 都是你惹出来的 你猜是罪魁祸首 那好吧 我不去骚扰奶奶 找你也是一样啊 你快叫洪坤 把雨萱交出来 我是你爹 我也不是哈巴狗啊 你叫我做上活 我就做什么 岳大人 就人一命 身造七级浮屠 您帮帮忙 先找到雨萱 只要找到他 就能想办法 要不然呢 酒精恐怕 你去护月 这样酒精不就可以活命了吗 纯才啊你 雨萱会杀天阳的 那好啊 他死了以后 就不会来藏我女儿了嘛 爹 你到底讲不讲道理嘛 小孙子 咱们走 天阳 我站住 说到底 我爹还是讲道理的 小贼 我告诉你啊 这里是总督府 以后少往这儿藏 我们不欢迎你们 走 走 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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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你的是我爹又不是我 你干嘛对我不理财 对不起我心情不好 不要管我爹了 我带你去见我奶奶 不用了 反正那个笨蛋 也不见得会放酒精 别骚扰奶奶了 听说你们在找我是吗 吴老兵 天阳 吴云轩 天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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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是我亲生老子 我带你去救我奶奶 不用了 反正那个笨蛋 不见得会放酒精 别骚扰奶奶了 听说你们在找我是吗 吴老兵 天阳 胡雨萱 快说酒精在哪 你要伤他一根喊毛 我跟你没完没了 你说我是你弟弟吗 你是你心动了 你知不知道 酒精跟我一块儿长大 比七兄弟还亲 你要是敢伤他 就算你是我亲生老子 我也不会放过你的 放手 你把酒精藏在什么地儿 不然我就扭断你的胳膊 放了他 小孙子 快放了他 我不放 打死我也不放 吴云车 你就是杀了我 我也不会说出酒精假路 有他陪我死我 甘心你尽管动手好了 你带着我 我看你是嘴硬还是胳膊 小孙子 不要 放了他吧 你还看不出来吗 就算你杀了他 他也不会说的 你杀了你小孙子 明天无礼破剑 记得 不要带着龟孙子来 吴云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你快把酒精放了吧 咱们有话好说 什么叫这种人 我不过像那位老兄 多学习学习 路人那种 还一贯的伎俩 这年头好人不吃香了 谁叫我笨子 当了二十年的笨蛋 如果我早想他多学习 一些卑鄙无辞的话 现在你月儿小姐 可能已经爱我爱得要死了 对不对 雨萱你不要这样子吗 我知道咱们大大的伤害了你 不过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 雨萱 算了 她不会听你的 你不要去嘛 雨萱已经失去理性 你就跟她决斗 无疑是白白送死啊 天阳 你一定要去 你不去酒精死定了 就是你去 也不一定能救得了酒精 反而赔上自己的性命啊 天阳 你跟酒精从小一起长大的 你们就跟亲兄弟一样 你忍心看她白白送死吗 雨萱要对付的是你 她不会伤害酒精的 她的本质不坏的 你刚刚不是说 她已经失去理性了吗 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天阳 你要救救酒精啊 天阳 你不要去吗 你一定要去 你不要去 你一定要去 不要去 哎呀 好了 你们不要找出去 让我冷静一下 我去哪里 怎么搞就 我去哪里 你干嘛 阿诺 你哪里 谁 你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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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娘子 吃药了 来呀 起来 待会儿啊 你两个儿子就在屋里 我决斗了 你 不得 我死 我要是死了 我走过来 你要来跟你纳米 欢迎 欢迎 我姓红的这一辈子就是没见过鬼 娘 娘 娘 你今天觉得怎么样 毫无气色 我就怕他一病无气 娘 你个丑 我很快一人听报 我今天就能够去杀了天阳的小子 妈 妈 妈 你想说什么 娘 孩子 你娘啊 你娘啊 对那小子啊 恨死我了 你可千万不要一刀把他给杀了 要好好的折腾折腾 你看 他把你娘弄得这样半死不活的 你也要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娘子 你说是吗 娘 你放心 我会让那小子死那么痛快 他身上肉一片一片的切下来 等他血流干的再让他死 爸爸 娘 你别 我红的丑女很快就能够到我了 等我杀了他之后 我把他头切下来 带回来给你们 你休息吧 我走了 等一下 记得啊 要慢慢地折腾折腾折腾 不要让他痛快的死 让他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我知道 你瞧瞧 你儿子多孝顺 他替你报仇去了 你别哭 要笑啊 这真是一场龙真的狂斗 将来路是随手 还是两万俱伤 可不知道 这个太热闹了 我得去看看 不能错过机会 对啊 对啊 等结果之后啊 我就来告诉你 你呢 那时候我也不让你喝药了 你可以把四十真相 完全告诉那个活着的一个 你想通了 想通了 我想通了 我不能不去 你真的想去送死啊 如果我不去的话呢 就今天会受到伤害 我逃得了一次 逃不了第二次 我怎么能躲得一辈子不见人呢 这件事总要做个了断的吧 雨萱的武功比你高多了 你就跟她决斗 简直就是藏壁党居 凶多吉少啊 我这个人最大的本钱呢 就是福大命大 每一次我遇到危险的时候啊 都能逢凶化吉 化险为夷 这一次也不会例外 你们不要提我担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月萱啊 万一我真的不能回来的话呢 你想办法把我娘救出来 好好地照顾她 天阳 我只是说万一嘛 我回来有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机会 我还要赶回来喝如梅跟酒精的喜酒呢 不要担心 天阳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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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夫人 不是 史夫人 只要能救出他们的娘亲 就能够阻止这场决斗 对 小孙子 走 你在外面听我把风 千万别让我爹知道 老爷 老爷你好 老爷你好 老爷不是笼子 你这么吵干什么 对对对 老爷不是笼子 老爷恶气莫名 生龙活虎 世之发达 头脑简单 什么 老爷头脑不简单 这红书是什么 老爷今天天气很好 今天天气风和日丽 万里无云 偶儿偶儿还有几只鸟子飞来飞去 飞来飞 好了那又怎么样了 那先好好享受一下 应该要到城外面去骑马三星 或者到那个鱼子里面去赏花 不要老是待在厨房里面 哎呀 你这怎么了 欺负大巴的 我看哪 是不是阿姨要打什么鬼主意啊 老爷你看 有这耗子 有这耗子 哎呀 要转到那个柜子下面去了 好大一只 这耗子 我我我我 我去找人 我去找人 哎呀 叶小姐 你有什么事 洪昆呢 总督大人不在 让开 总督大人有令 任何人都不准进去 谁敢阻挠 杀无赦 伯母 伯母 我们是来救你的 雨萱她要杀天阳 你快去阻止她 来 放开我 放开我 看来了 酒精的声音呢 酒精 酒精 你快去看一下 酒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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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啊 我都被雕塑了 好 好 小孙子 小孙子来了 小孙子来了 好 好 小孙子 小孙子 你藏着我做梦 都没想到啊 小孙子 我都不知道了 洪雨萱到哪儿去了吗 她说要跟天阳决斗啊 那都危险的 我们要阻止她 洪雨萱已经去了 五里坡了 啊 那天阳呢 天阳也已经去了吗 那怎么办呢 我们得赶快阻止他们呢 对 事不宜迟 我现在就带伯母去五里坡 让伯母把真相告诉他们 对对对 不然 等等等等 伯母她 不能讲话 到时候怎么跟洪雨萱解释吧 你放心好了 只要到了五里坡 伯母一定有办法 让他们兄弟相认的 好好好 好 来 走 来得好 明年今天就是你的记者 那你跟娘来上坟的时候 记得告诉我 你已经杀了洪坤 替我们的爹报仇 那我在九泉之下 也可以瞑目 你到现在还以为你的离间计 骗得了我吗 你想用我来杀我爹 不用妄想 你不让别弃我 我没有想过要跟你决斗 我也不忍心伤害我的弟弟 有不良兵器 你以为你不动手 我就舍不得杀你吗 你身体看好 我没想过要跟你决斗 我也不忍心伤害我的弟弟 有不良兵器 以为你不动手 我就舍不得杀你吗 你试试看好了 你要我说几次 你是我弟弟 你是我最亲的人 你放屁 你不是我哥哥 好 你不动手是不是 太好了 你打我没关系 你杀我也没关系 可是你将来一定会后悔 好 我你也后悔 你还手啊你 你为什么不还手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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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心 抓住她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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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 你看到了 天阳不顾西明救你的娘 难道你还不相信 是她跟你一样紧张啊 拼老命救你 亲娘你看到了 你说普通人她会这么做吗 那就这样你还要杀她呢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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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真的是我哥哥 我们已经把你娘救出来了 你可以亲口问她 我娘是被她打伤的 到现在还不能说话 打伤娘的不是我 是洪坤 由我小孙子闯上江湖大半辈子的经验来说 你娘不是受伤 你娘是让洪坤下了毒 所以她不能说话 下毒 你要不相信的话 你可以找个大夫凤文吧 娘 娘 她们说都是真的吗 废话 是你们把我娘 把她木头车上 推下山的 这个主意是二姑娘想出来的 她是希望你那糊涂弟弟能亲眼看到你奋不过身救你亲娘 你看这主意还挺好的 她相信你了 哎呀 你们疯了 万一不能把车弄停 救下娘 那娘岂不是凶多吉少了 哎呀 甘爷爷 你少担心了 这个车子我们有一根绳子拴着呢 啊 啊 啊 这么细的线 能够保得住车子冲力吗 甘爷爷 你不要小看这细细的烟绳子 她叫天产寺 她的润力是很大很大的 是小孙子花了五百两银子 在我江湖朋友那买来的 你不相信你看 小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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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我娘怎么样 她为什么不能说话 她服了一种雅馋的毒药 所以失声了 有没有办法可以医得好 只是雅馋的毒性不大 你放心好了 很快就会好 我开个药方给她 好困 跟她拭目两立 月姨 你帮我照顾你啊 雨雪 你什么都会咬啊 你怎么这么强 我去银子 我去银子 我评论 你却要抓住 然后你去银子 我去银子 你去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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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再假猩猩 我到今天才知道 你原來是那麼一個卑鄙無恥的人 我就一定要殺了你 替我爹報仇 宇軒 住手 你沒有資格救我 宇軒 我是對不起你們使家 可是這麼多年 你終於念我養育之恩吧 殺了我父親, 贏了我母親 你還有什麼資格跟我講恩情 是我不好 可是我對你娘跟你 我卻是真心的喜歡 要是幾年來 我已經把你當我自己 親這個兒子一樣看淡 記得有一年 你九三歲 生了重病 我抱著你幾十六以外 去找大夫 我整天整夜都不眠不休 我來伺候你 正從一 人來是八十六以外 那麼多年 你終於念我養育之恩吧 殺了我父親 贏了我母親 你還好 你有什麼資格跟我講恩情 你是我爸 可是我對你娘跟你 我真是真心的喜歡你 有了幾年來 我已經把你當我自己親吵兒子一樣看待 記得有一年 你求三次生了作弊 我抱著你幾十里路以外去找大夫 我整天整夜都不眠不去 我來伺候你 別走... 玉璇, 你等了 紅棍, 你根本沒有看到人影 就給他跑了 奶奶, 現在真相大白 證明天陽沒有撒謊吧 哎呀, 他沒有撒謊有什麼用啊 如果你撒謊死的只有你一個人 如果證實你是史最難的孫子啊 不但你不應該活在這個世上啊 連你娘, 你弟弟都不該活在這個世上了 對, 史家是給先帝抄家滅族的 所以子子孫孫都不應該也不可以活在這個世上 奶奶, 你不要胡來啊 史將軍是無辜的 他們一家都是無辜的 口說無憑啊, 證據啊 那些遺骸就是證據啊 絕命武三下那些 被山林掩埋住的那些士兵的遺骸就是證據啊 如果你找武座去驗屍 查明他們的死因 就會證明我爺爺當年沒有殺人 對啊 你爹爹有沒有殺人有什麼用 最重要是那批黃金哪 哼, 誰又知道 是不是有人騎著私心啊 真好把那批黃金給藏起來了 岳大人, 你不能以己渡人啊 不是每個人都像你一樣貪得無厭 況且那批黃金關乎我史家名譽 以及我們全家的姓名 我怎麼會喪金天良 把那批黃金賺為其有呢 你不是喪金天良啊 你是兄友成主 你以為你福大命大 你以為有我女兒替你撐腰 你什麼都可以混過去 你就可以逍遙法外了 郡主, 我真的沒有吞那批黃金啊 不要大夫小叫的 就是我相信你沒有用啊 既有精神, 又何必當存 當你知道你自己身世的時候 你就不應該帶著你的手下 去挖掘黃金 你應該來找我, 說明原委 然後你把你那塊小玉石交給我 這批黃金就不會落在你同國的時候 就算我到時跟你說, 你會相信我嗎 況且啊, 朕所謂龍生龍, 鳳生鳳 你這個兒子啊, 對這批黃金虎視眈眈 二十多年來啊, 一直想俱為己有 我怎麼讓你是不是跟他一樣啊 到時候黃金, 全進了你岳家的錢袋 那我史家, 豈不是冤沉大喊 永不超生啊 好啦, 你廢話少說了 我告訴你, 九月一號 你找不到那批黃金啊, 我就將你收押 還有你, 還有你, 我通通收接 嗯, 奶奶, 不要說是三個月了 如果老三真的離開中原了 你就是找三十年也找不到啊 哎, 怎麼你們要反悔啊 說好三個月就是三個月嘛 娘, 咱們要說一不二 才會得到別人的幸福, 對不對 對, 可是現在走了一個洪坤哪 可是你是先帝要殺的人 我可沒有這個膽量來包庇你 萬一洪坤向朝上揭發了這件事情 我怎麼向皇上交代呢 一直在承諾天 別讓真的心改變 就讓完美的誓言 守著你我的一份情 我不去不願 等著你給我一片甜 怕是有的情有的心 你不給 要是你也等著海 飄蕩還是微靠岸 靈魂惶惶的註定 只要你我共這一生 不言不倦 望穿了每個日日夜夜 看望風聽雨聽過後 你會想起我 你會想起我 就像是快點沒有變 情節的我唯一的緣 不想情深是緣還是緣 儘管只能在夢裡纏綿 就像海天般的相連 明年 明年活在你的思念 明年活在你的思念 看見情深是緣還是緣 只能心留給時間去斟別 我不再以為是緣 只要天 流轉的認識你一定了天 只是與你享受這個緣 不改變 不改變 就像是海天沒有變 請記得我唯一的緣 不想情深是緣還是緣 儘管只能在夢裡纏綿 就像海天般的相連 明年活在你的思念 看見情深是緣還是緣 只能在夢裡纏綿 就像是天去斟別